男子在两年前开车经过国道台南路段时 因为车子被撞到护栏 所以下车打电话 没想到他是先遭到了一辆车子撞飞弹到的路面 又被后方急使而过的货车给碾毙 撞死人的货车司机在一审的时候被判四个月徒刑 不过二审的时候现在案情逆转 何亦认为死者没有摆放警示标志 有错在先 现在改判货车司机无罪 一名理性驾驶前年七月开车行经中山高 行营路段的时候 由于天色昏暗 突然撞上一名站在马路旁的郭姓男子 而这名男子随后又被后方的货柜车直接碾毙 当时理性驾驶因过失自此被判刑四个月 经过了两年判决逆转 就是已经看到的时候就很接近 因为都没有路跟按摩扑的 何亦廷认为郭姓男子当时因为车子擦撞忽然 下车查看的时候没有立刻摆放警示标志 才会让后方的理性驾驶闪避不及 进而造成悲剧 而理性驾驶也没有超速的行为 因此二审改判无罪 只距离你车子故障的地方 要放置100公尺 然后人员还有乘客 你就要走到那个路间的户廊外面 警方也特别提醒民众 车子如果发生事故 应该立即摆放警示标志 才能保障自己以及用路人的行车安全